斗罗大陆 第八百四十一章 将领们安静了 但他们那种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却令比比东心头更加郁闷 自从五魂帝国成立以来 他一直都是信心满满 可直到此刻他才发现 在真正的战场指挥上 自己终究不是九经战争的统帅 指挥浑身战斗还可以 但是当战场上陷入混乱之后 他的心就有些乱了 当然 这并不足以改变比比东的决定 在他的心中 没有什么比自己手下魂尸更加重要的 加林关城墙上守城巨弩开始发威 配合着大量弓箭手 不断地向城下抛萨大便的利剑 格隆元帅早有准备 眼看着几方军队 已经进入对方的远程攻击射程 立即下达命令 从两翼冲入战场的十个亲戚军团 迅速散开 从两侧兜出一个大弧线 朝后方掠去 他们并没有去远 而是在距离主战场五里地的地方 重整阵型 随时准备支援前方 普通的弓箭 对于重装骑兵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威胁 重装骑兵每一个都像铁罐头一样 他们的战马也都包裹在铠甲之内 弓箭只能在他们的铠甲上 留下一连串的火星而已 真正有威胁的是守城巨弩 加林关上的守城巨弩 多达150台 巨弩所用的弩箭 每一根都长达一米二 骤然喷射之内 千米范围之内 攻击力要超过中格神弩 哪怕是普通的魂师 也绝不敢被他们正面射中 当然 守城巨弩发射速度 就无法和中格神弩相比了 只要有所准备 这些巨弩想要射中魂师 还是很难的 而且弩箭本身巨大 也令高等级魂师 能有所准备拦截他们的攻击 可就算这样 在巨弩的射击之下 天斗帝国一方的伤亡 还是开始多了起来 武魂帝国八大重装军团 边打边撤 他们早就没有了斗志 当绝大部分士兵 撤回吊窍另外一侧 平显聚首之后 配合城头上的巨弩弓箭 场面上才算是稳定下来了 如果此时大师 带领魂师军团强出的话 这些参与的重装士兵 当然不足以挡住 他们前进的脚步 嘉陵官城墙上 那些巨大的缺口就在眼前 但大师并没有这么做 在几次冲锋被阻挡之后 大师与歌隆元帅两人对视了一眼 立刻下达撤退的命令 明金收兵 天斗帝国这次出动的 全都是骑兵 重骑兵的速度 虽然不能和轻骑兵相比 但行动起来 却比步兵快得多了 眼看着大量士兵 如同潮水一般退后 大师则带领魂师军团 在后面掩护 以防武魂帝国 发起反击 另一边 史莱克七怪 也已经赶了上来 与大师他们会合在一处 大师有些焦急地 看向唐三说道 小三 你的三叉戟 以他对魂师的研究 自然能看得出 唐三和比比东的实力对比 如果没有这海神三叉戟的话 唐三绝对无法阻挡 比比东的攻击 唐三说 老师 我自有办法 您放心吧 一边说着 他已经在周围魂师的掩护之下 悄然隐去了身形 他又怎么肯舍弃自己的绝对神器呢 汉海护身照 隐身效果 令他隐没在空气当中 伴随几方大军的撤退 他也悄然分出 闪电般朝嘉陵关奔去 嘉陵关护城河前 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了 熟不清的尸体留在那里 绝大多数都是武魂帝国所属 唐三悄无声息地摸向嘉陵关 只要让他接近护城河 甚至不需要过河 就有把握凭借控鹤青龙 拿回自己的海神三插机 比比东虽强 但正面打不过 想留住他还是不可能的 但是 就在唐三即将接近自己的控鹤青龙 能够发挥的距离时 突然 他只感觉全身一紧 城头上 比比东的目光 一如利剑一般落在他的身上 怎么可能 唐三大吃一惊 下意识横向翻滚 砰的一声巨响 在他身边 一根粗大弩箭骤然爆开 那是比比东亲自掌控的巨弩 唐三吃惊之下 不敢再继续向前 但他不明白 自己的精神力 甚至还超过比比东一些 只要不使用魂级攻击 凭借汉海护身罩的保护 按说比比东 至少等自己抓回海神三扎机的时候 才能够发现自己才对 比比东站在城头上 冷冷地注视着唐三的方向 没错 只凭他的精神力 自然是不足以发现唐三的 但是 他将目光落在海神三扎机上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 唐三会来取回这件 能够与他抗衡的超级武器 因此 比比东的目光 一直注视着唐三的动向 虽然唐三在魂师军团掩护之下 隐身很隐蔽 但还是被他发现了 在比比东身边的 众位封号斗罗中 有一位封号斗罗 拥有一个奇特的技能 能够将自己的精神力 与别人的精神力相连 比比东一个人的精神力 自然是不足以发现唐三 但在刻意的关注之下 在联合一名 封号斗罗的精神力 缩小探查范围 还是发现了 唐三的所在 飘然后退 唐三索性不再隐身 显出了本体 凝望嘉陵馆城头的 比比东 脸上流露出一丝 淡淡的冷笑 这样 就像阻挡我 拿回海神三叉器们 海神三叉器是专属于 海神的武器 尤其是他人 能够轻易触碰的 唐三就在距离嘉陵关 还有两千米左右的地方 停了下来 在战场上找到一块 还算平整的干净地方 盘膝坐了下来 精神力瞬间集中 额头上的海神三叉器烙印 骤然闪亮 强烈的金光从上而下 渲染着唐三的身体 在之前与比比东一战之中 唐三的消耗 无疑是巨大的 海神三叉器固然重创 比比东 但施展那一气 一去不返的唐三 本身魂力的消耗 也是相当巨大 与比比东这种 级别的强者对战 每一分每一秒 都会令它产生 大幅度消耗 但精神力的消耗 唐三却并不算太多 只施展海神三叉器 使用海神之光时 有部分消耗 和魂力比起来 现在他的精神力 还算是充足的 而事实上 之前比比东 那看似绝杀的一击 唐三还是留有后手的 一去不返 没有成功地阻挡 比比东的攻击 但唐三却有把握 自己不会死在 比比东 那空间撕裂深渊斩之下 他的信心来源于 自己唯一能够 与比比东抗衡 甚至还超过比比东的 精神力上 但那时再等 等待空间撕裂深渊人 到达自己身前一定距离 让比比东 来不及再反应的机会 或许会受到一定的创伤 但他只要在那时候 使用出此击魔童 比比东的攻击 就不可能 完全落在他的身上 唐三又怎么会大意地 不给自己留后手呢 这也是为什么 看到小五挡上来的时候 他大为痛悔的原因 此时 唐三的精神力再次升腾 完全凝固在 海神三叉戟烙印之上 他的身体 就像被黄金化叶之后 覆盖了一般 从头顶开始 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整个人就已经 完全被渲染成金色了 强横的能量波动 在这一刻展现 恐怖的精神力波动 几乎在一瞬间 就提升到顶点 没错 这里并没有森林 唐三无法使用 蓝银领域 大幅增强自己的精神力 但他却有另外一个领域 白红两色混合光芒 出现在唐三身下 瞬间笼罩住他的身体 光芒凝而不散 只是在他身体周围 哪怕只是这样狭小的面积 那凝聚而起的恐怖杀气 还是直指 加灵关城头上的 比比东 他要干什么 比比东眉头大皱 他不相信 唐三在自己的锁定下 还敢来取回 那柄神奇的三叉戟 如果他真的敢来 凭借自己与身边 这些封号陡罗的实力 他必将有来无回 可他在距离 两千米外的地方 停在那儿 正好是自己的魂迹 也无法企及的距离 距离这么远 他能做什么 唐三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他猛然睁大双眼 他的眼眸 已经完全被金色所渲染 凝联的杀神李玉 几乎在第一时间 将他的身体 完全包裹在内 白红两色光芒 带着恐怖到极点的杀气 融入到他眼中喷涂的金光之中 《斗罗大陆》第842章 两刀目光在空中融为一体 在那红白两色光芒的 沿映下骤然爆发 竟然就这么横隔两千米之远 朝嘉陵关上的比比东冲了过去 在唐三释放出目光的一瞬间 比比东只觉得 自己的金气神 似乎已经无法离体而出 就连身体周围的空气 也被抽干了似的 那已经不是杀气实体化那么简单 距离如此之远 还能令他产生出这么大的反应 已经能够说明很大的问题 恐怖到极点的杀气 就像是一个吞噬的巨口 哪怕周围还有数位封号斗罗的守护 在这一刻 比比东也感觉 自己是孤立无援的 湛蓝金光外 笼罩着那强烈的红白之光 两千米 几乎只至一瞬间 就失去了距离的感觉 比比东立笑了一声 头上中网纹路 骤然变成紫黑色 凝联成一道紫黑色光芒 迎了上去 哪怕是他自己 在这一刻感觉到了 强烈的危险 他曾经与唐三精神力碰触过 但那时候 唐三的精神力 已经到了浩瀚境界 但是魂力却还只有八十多截 此时 唐三的魂力 已经真正达到 封号斗罗的层次 精神力自然是再次提上了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唐三拥有子鸡魔童这样 将精神力完全凝于一点 发动攻击的特殊技能 而比比东却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 唐三能够横跨两千米 发动精神攻击 而比比东不行的重要原因 但是 眼看着那强烈精光 即将到达面前 比比东甚至做好了 承受剧烈精神冲击的准备 江内明 与他连接的 封号斗罗精神力 大量抽取 防御自身的时候 那道本应 落在他面前的精光 却掠过护城河之后 居然突然转向 朝下方掠下 直奔地面的 海山三扎旗而去 上当了 这是比比东 心中的第一想法 毫不犹豫腾空而起 吃乎城下的 海山三扎旗 大师明白的 他当然也明白 只要唐三不拿回 这真正的神器 那么 他的实力 就会下降一个档次 自己在与他 下次战斗中 有更大的把握 将他击杀 因此无论如何 比比东也绝不愿看到 唐三拿回这柄神器 而就在这时候 两千米外的唐三 已经腾空而起 蓝鹰黄右腿骨 斜摸虎精左腿骨 两大腿部魂骨 同时发力 推动着他的身体 宛如炮弹一般 朝嘉林关的方向 射了过来 比比东的反应 无疑是很快的 但他的速度 终究是快不过光 那道由子机魔童发出 附带红白两色的金光 之中地面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落在海山三扎旗 主任下方的 海山之心上 此时 比比东的身体 正从电而降 扑向海山三扎旗 务必要阻挡 唐三将他取回 就在他将更多精力 放到狂奔而至的 唐三身上时 突然间 那已经冲入地面中的 金色光芒 竟然又回来了 仓促之间 比比东 只能将刚刚收回的 精神能量再次爆发 此黑色能量 还只是刚刚掠过 他的身体 就与那道金光 剧烈地碰撞在一起 与此同时 陷入地面之中的 海山三扎旗 已经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 强烈金光 比比东直觉的 自己的大脑 在这一瞬间 仿佛爆开了一半 剧烈的痛苦 席卷全身 那道金光 不仅是充满 恐怖的精神冲击 同时还附带着 属于海山三扎旗的 神圣气息 以及凝炼到极点 浩然博大 充满恢弘之势的 恐怖杀气 那种杀气带给他的 不只是压迫和恐惧的感觉 还有几分熟悉 眼前一片空白 比比东本就受伤的身体 蹊跷同时出血 令他看上去 极其地恐怖 整个人都在那 强烈冲击下倒翻而出 重重地撞击在城墙之上 与此同时 城头上 那名将精神借给 比比东的封号斗罗 同样是蹊跷流血 身体一软 就瘫倒在地了 精神力的碰撞 甚至比魂技的碰撞 还要危险 哪怕是封号斗罗 级别的实力 一旦出现问题 也很可能是致命的 而此事的唐三 已经冲到护城河边 右手一挥 在家林关上 数万名五魂帝国将领 魂师 士兵的注视之下 海参三沙戟 如同金龙出海一般 回到了他的掌握之中 唐三毫不停留 甚至没去看 那身受重创的 比比东一眼 恒身而起 朝本方掠回 城头上 还有这充足的战斗力的 五魂帝国 六位封号斗罗 在这一刻 竟没有一个敢追出来的 只是眼睁睁看着 唐三 飘然而去 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唐三不断地在心中向自己呼喊着 比比东身受重伤 他当然知道 此时的他已经接近油锦灯窟的程度 他可以肯定 如果先前自己凝聚最后的力量 向比比东发动一次攻击的话 比比东或许死不了 但受到伤势将更加恐怖 如果那样做了 自己要赔上的是自己的生命 唐三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虚弱呢 就是因为拿到金光 能够令比比东也受到如此创伤的攻击 他付出的又怎么可能会少呢 对于那一击攻击 唐三付出的 几乎是自己全部的精神力和魂力 精神力通过子击魔童爆发出来 魂力则通过杀神领域瞬间凝聚 他的魂力进入封号斗罗境界 两大领域同时进化 蓝银领域最终进化技能海纳百川 而杀神领域最终的进化技能 则是修罗献神 就像当初唐三曾祖唐臣所说的那样 杀戮之都本就是修罗之神所建的 只不过被邪恶的罗刹神玷污了 但这杀神领域还是属于修罗神的能力 虽然不是真正的实力 但是当他进化到最终程度之后 还是能够释放出部分的修罗神的神威 刚才那一期 唐三正是将杀神领域的最终进化 修罗献神释放了出来 但却并没有令修罗献神的虚向出现 这才迷惑了比比东 然后再将短暂借助的修罗之力 与自己的子鸡魔童融为一体 释放而出 否则的话 他的精神力虽强 但想要伤到比比东 横隔两千米就怎么可能呢 就算如此 当唐三的攻击横跨两千米之后 还是迅速地削弱了下来 比比东是近距离防御 在这种情况之下 唐三的攻击想要伤到比比东 凄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 也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控制力 和战斗中的聪明才智 他强行控制这道子鸡魔童之 修罗魔光直坠而下 照耀在海神三扎戟的海神之心上 海神之心受到海神之光的刺激 顿时爆出海神的力量 融入到修罗魔之光中 同时也在一瞬间 通过这精神力与唐三 完成了沟通的过程 在唐三的控制之下 海神之心就像镜面一样 产生出反射效果 不但通过海神之心 弥补了修罗魔光 在横跨千米距离中的消耗 同时还将自身的神圣气息 加入到其中 使这次的攻击威力 完全展现出来 而另一边 比比东因为唐三突然转向 几乎下意识认为 唐三的目的是海神三叉戟 要将三叉戟夺回 因此他更多的注意力 都在唐三本人身上 只是想着要如何阻挡他 拿回海神三叉戟 谁曾想 那道令他感觉强烈恐怖的光芒 居然反射而回 重新降临在他的身上 有心算无心之下 比比东的防御不如他先前在城头室那样 顿时就受到重创 同时还连累了那名将精神力传给他的封号斗罗 当然这所有的细节 也只有唐三一个人才清楚 哪怕是身受重创的比比东 也并不明白唐三是如何做到的 可是这一切看在双方打军的将士眼中 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他们看到的 只有比比东被击溃 蹊跷出血 撞在城墙上摔下驾灵官 以及唐三傲然拿回海神三叉戟的一幕 却看不到唐三本身的虚弱 录故事啊 没错 又有新故事上架了 这个故事啊 是我录得热血沸腾的一个故事 根本就不想停下来啊 对奇门遁甲感兴趣吗 对神奇诡异的玄术感兴趣吗 这本书呢 是我录过的玄术故事里 最有江湖气息的故事 信我贼好听 前面有点慢热啊 你听个几十章 会发现这故事非常的精彩和热血 赶紧去订阅吧 新故事叫做探龙 探索的探 龙啊 懂得龙吗 直接在喜马拉雅搜索探龙就可以找到 哎 按照咱们的惯例 是不是得评论订阅 然后抽红包 订阅探龙 然后在第一章正经评论 记住啊 是正经评论 每次都有这个很调皮的啊 出奖的时候呢 那些不好好评论的 我直接就忽略掉 这个基本就不太可能中奖了 我会在1月20号抽出三个小伙伴 每人送出888元的现金红包 然后虽然说这个中奖概率比较低 但是去碰一下运气嘛 对不对 搞不好就中了 而且我出奖 懂得是完全没有内幕 不可能的 即便我的助理来找我这个摇内幕一下 都不要打折一条腿啊 就是看我有多狠 然后呢 我会在新故事等你们 最后 有个不情之请 那啥这个 有新浪微博账号的 麻烦这个 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你看我这个作为喜马拉雅的颜值担当 喜马拉雅1000万关注 微博才27万 这有点寒碜啊 而且这个官方给我申请微博名人的时候 被官方以粉丝数太少拒绝了 来吧 我们一起在微博上也浪起来 然后呢 微博我也会发一些动态 然后也时不时会抽红包 而且都是很大的红包啊 我的微博账号呢 也叫做有生的紫金 我在微博和新故事探龙等你 而且快过年了啊 但是我不断更 过年期间 我的故事还是会持续更新 然后陪你们一起过年 好吧 赶紧去订阅评论 我的新故事探龙吧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843章 武魂帝国一封 除了圣龙军团那位 被唐三强行秒杀的军团长之外 跟随在比比东身边的 原本有八位封号斗罗 先前一战之中 被小五暴杀八段衰 撞击在比比东全力一击之上 毕命一战 蛇猫斗罗被杨无敌重创鞭死 借给比比东精神力的那位封号斗罗 也因为精神力受到牵连而重创 还有战斗力的就只剩下五名封号斗罗 眼看着比比东被唐三那一击硬生生地轰飞 撞击在城墙上蹊跷出现 五名封号斗罗几乎同时扑了下来 其中两人接住比比东的身体 另外三人则挡在前方 以防唐三追击 眼看唐三远端 他们不禁大大松了口气 新日一战 这个看上去十分年轻 当在战场上运筹帷幄 带给他们巨大损失的青年 已经给这些魂世界顶尖强者们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尤其是唐三又拿回海参三扎器 他们实在不愿再和唐三交战 天斗帝国大军 如同潮水一般退回五里之后 在大师和歌龙元帅的指挥之下 停了下来 重新排列成整齐的阵型 做出随时准备二次冲锋的样子 在下令撤退的时候 黄金圣龙已经重新分为大师三个人 唐三冲向要塞之时 大师已经下令 史莱克七怪的另外六人 迅速迎上去准备迎接唐三 正好迎上归来的唐三 与伙伴们会合之后 唐三立刻伸出左手 拉住小五 低声说 给我点力量 带我回去 说完这句话 他勉强深吸口气 整个人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吓得小五赶忙将自身 魂力输入他的体内 支撑着他 此时 唐三给小五的感觉 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 倒下去似的 哥 你没事吧 唐三轻轻地摇了摇头 说 先回去再说 史莱和七怪在一起这么多年 早已是默契十足 奥斯卡立刻塞过来一根 恢复大香肠 让唐三吃下去 六人将他簇拥在中间 快速返回本方阵营之中 此时 唐家军又已经动了起来 不过 他们这次可不是攻击 而是迅速地打扫战场 唐门铸造的弩箭 每一根都是价值连城 而且他们自身的补给 就只有120根 加上原本弩击中的48根 每一名唐家军配备的弩箭 就只有168根而已 所以他们必须从战场上 回收射出去的弩箭 以便二次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 大师和各隆元帅 没有带领大军 直接撤回本方的 一个重要原因 有他们在前方威慑着 加令官一方的 五魂帝国军队 就不敢轻举妄动 在天斗帝国这一边 能看出唐三情况 有些不对的 至少也要在 魂斗罗以上的实力 和极其熟悉唐三的大师而已 普通士兵 甚至是那些 魂施军团的魂施眼中 只有完胜归来 重挫对手的蓝浩王 在他们眼中 此时的唐三 简直就成为 无敌的代名词 二十万大军 给予唐三英雄一般的迎接 大声呼喊着 蓝浩王前岁 每一名战士 都高举自己手中的武器 忘情地呼喊着 和欢呼着 魂施之间的战斗 一般近况下 普通人只能在 大斗魂场那种地方 才能看到的 而且也不可能看到 封号斗罗 这个层子的对决 今日大战 绝大部分普通战士 都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级别的魂施战斗 唐三的海山三沙戟 又给他们太深刻的印象了 此时 他们那山呼喊啸般的呐喊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组织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在他们眼中 就是这位年轻的蓝浩王 击败了武魂帝国女皇 比比东 以及一众武魂帝国强者 带领着他们 获得了这场大胜 英雄 往往是最深入人心的 整个天斗帝国 百万雄师的事情 已经提升到了巅峰了 此战之前 谁又能想到 武魂帝国魂石军团 竟然会被如此轻易地击败呢 武魂帝国的八个 重装甲军团 最后撤回嘉林关的 还不到六成 至少有三万精锐 损失在先前一战之中 更重要的是 武魂帝国那个 全部由魂石组成的 圣龙军团 已经是不成了 被打得不成箭制 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 谁也没有想到的完美胜利 人数本就占据 绝对优势的天斗帝国 凭借这一战 几乎压迫得 对面武魂帝国 喘不过气来 不但士气低落 而且那些拼凑而来的将领们 心中也都蒙上一层阴影 甚至对圣龙军团的损失 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感觉 毕竟一直以来 魂石军团高高在上的地位 不但令人嫉妒 而且那些嚣张 把扑惯了的武魂帝国魂师们 与这些普通将领 士兵的关系 本就紧张 唐三一直在咬牙支撑着 原本对他来说 那白鱼间的海神三叉戟 轻如无物 可此时此刻 提在手中 却似乎有千钧之重 魂力的透支还好一些 是像奥斯卡的 恢复大香肠之后 有所缓和 他的身体毕竟是极其强悍的 但是精神力的透支 却是无比痛苦的 仿佛整个大脑 就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而且这精神力 他只能自己慢慢地恢复 格隆元帅向大师说 国师 我们要不要再冲锋一次 现在正是我方 士气最高 敌人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刻 或许 我们能有机会 冲入城中 就算不行 凭消耗我们也拼得起 大师说 战略上 当然是元帅做主 不过 我个人认为 现在不是冲锋的最好机会 加领关的气势 现在虽然低落 但是武魂帝国的士兵们 也知道 关口被冲破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最为重要的是 在关口后面 还有武魂帝国 一个精锐的魂石军团存在 元帅 您千万不要因为 今日我们战胜对方 魂石军团就有所大意啊 魂石军团真正的强悍之处 刚才我们攻击他们时 您也看到了 而我们这六千魂石 远远无法与魂石帝国的任何一个魂石军团相比 他们平显聚首 令我方唐家军的诸葛神弩威力无法发挥 如果强行冲锋的话 恐怕会损失惨重啊 戈龙元帅 戈龙元帅原本的傲气 在这一战之后 已经荡然无存 不论是大师 还是唐三 所展现出的实力 还是唐家军 以及魂石军团 在大师调配下 所发挥出的威力 都带给他 很大的震撼 听了大师的话 他想了想说 好吧 我们首战大劫 确实不宜过于冒险 来啊 朝我命令 明金收兵 天斗帝国大军缓缓地后撤 整齐有序地回到五十里之外的营地之中 雪崩亲自迎了上来 虽然他不明白 为什么先前大军要撤退 但此事在战场之上 他并没有多表示什么 阵前质疑主帅 却不是明智之举 回到营地时 唐三的神志已经是模模糊糊的 甚至连自己怎么进入营地 回到自己营帐之中的都不清楚 当小五扶着他躺下的时候 他立刻就陷入了昏睡之中 自从精神力提升到浩瀚级别之后 尤其是进入封号斗罗境界 这还是唐三第一次透支的如此严重 甚至比替父亲打通经脉 帮母亲复活时的消耗 还要严重 那一道修罗魔光 消耗唐三所有的精神力 心力和魂力 唐三这一睡 就是整整三天 三天之中 每天天斗帝国大军 都力行讨战 但嘉林官却是闭关不出 快速地将破损的城墙修补好之后 任由天斗帝国大军振前叫骂 却怎么也不肯再出战了 唐三透支的固然厉害 比比东的伤势却要比他重得多 不但受创于海神三杂计 最重要的是唐三最后那一下修罗之光 心乎令比比东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 被五名封号斗罗抢回之后 一直都处在昏迷之中 嘉林官内已经有些混乱了 幸好还剩下那五名封号斗罗 以及天使军团的存在 还能勉强阵得住 但对于正面的战场的战斗 他们显然是不肯再出关了 天斗帝国也调来工程器械 试探着工程 但受效甚微 而且损失相当不小 正像大师说的那样 当唐家军暗器无法发挥出威力 官内魂师军团加入到守城阵容之中 就算是天斗帝国拥有百万雄师 也难以越雷迟一步 从魂睡中清醒过来 唐三先看到的是那如瀑布一般的黑发 小五一身白衣静静地扶在他的身边 睡得很香 他那一头绸缎般的黑发 就像是被子一样盖在自己身上 勾勒出完美的曲线 看着他 唐三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柔的情绪 精神力的消耗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玄天公大成之后 也不用他刻意修炼 魂力也已经基本地恢复 悄悄地贴近小五的身体 将他拥入自己怀中 感受着那令他心跳加速的充实感 唐三忍不住低下头 在小五的红唇上亲吻了一下 他实在是太爱他了 哪怕只是这样简单地拥抱着 唐三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也不断地被触动着 四唇相接 小五的娇躯先是轻轻颤了一下 然后再醒了过来 当他睁开双眼 看到是唐三时 已经抬起准备推去的双手 如水蛇一般缠绕上唐三的脖子 热情地回应着 两条修长的大腿 更是直接盘绕上唐三的身体 就像八爪鱼一般 整个人都紧密地贴在唐三身上 那出满诱惑的感觉 几乎一瞬间就令唐三的血液 完全地沸腾 就在唐三克制不住 俯上小五的翘臀 两人已经有些情难自禁的时候 外面却响起了呼喊的声音 小五 小三醒了吗 抖罗大陆第八百四十四章 听到这个声音 唐三和小五顿时触电板地分开 帐篷连被撩起 刘二龙从外面已经走了进来 看到脸色尴尬的唐三 和俏脸驼红的小五 刘二龙顿时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小两口了 妈 小五焦凶地扑到刘二龙的身边 揉住他的手臂用力地晃动着 来掩饰自己的焦凶 刘二龙失笑说 哎 别咬了 再咬我这把老骨头就要碎了 唐三的情绪此时已经恢复过来 笑道 师母 你还年轻得很呢 刘二龙沉怪说 去 少来拍马屁 既然你醒了 我和你老师也就放心了 你好好僵养吧 外面的事不用管 武魂帝国现在已经做了缩头乌龟 师母 我还是去看看吧 我的身体已经没事了 一边说着 他欠然地向小五点了点头 小五会以一个温柔的微笑 过来挽住唐三的手臂 说 我和你一起去啊 大师作为果师 又是天斗帝国魂师军团的领导 自己也有一座大仗 专门于顶级魂师们讨论战略 当唐三和小五在刘二龙的带领之下 来到这里时 大仗中十分的热闹 史莱赫七外全部得以列席 同时列席的还有独斗罗独公伯 代表唐文的历堂唐主太坦 七宝琉宗宗主 魂师军团副团长宁峰志 七宝琉宗长老 剑斗罗陈欣 古斗罗古荣 史莱赫学院院长弗兰德 无一不是天斗帝国魂师界的顶级强者 唐三的出现 顿时令大家脸上都流露出喜色来 独斗罗独公伯 最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直接站起身 给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怪物 我就知道你的生命力 比蟑螂还要顽强 怎么样 全恢复了吧 唐三呵呵一笑 说 你这老怪物都没事 我又能有什么事情 大师向唐三点了点头 说 小三既然来了 就列席吧 我们会议继续 唐三因为是后来者 尽管他在天斗帝国大军中 地位超然 也没有执意去坐在前面 只在后面拉了一张椅子 坐在史莱克七怪 其他人身边 大帐中坐在上首位的 虽然有大师和宁峰志两个人 但是看到神色淡然自若的七宝流离宗宗主 唐三不禁心中暗叹 当年的事情终究是留下了后遗症 宁峰志的判断一点错都没有 他自己承担了减少血液大帝寿命的责任 不然的话 不论从资历还是实力来看 都应该是他坐在国室这个位置上才对 想来这也是为什么 宁峰志会决定 这场战争之后 就将七宝流离宗宗主之位 传给宁荣荣的原因了 以宁荣荣和七怪的关系 必然会改善七宝流离宗 与帝国之间的隔阂 更何况 就算雪崩既恨七宝流离宗 也绝不敢真的对七宝流离宗做什么 毕竟七宝流离宗与史莱克学院 以及唐门的关系极为密切 而这三大体系撑起了整个天斗帝国魂世界 因此 雪崩也只能从权力上来制约七宝流离宗 尽管我军在第一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重创了五魂帝国军团以及魂石军团 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依旧是十分不利的 大师继续着他的讲话 或许是因为这几年身为上尉的原因 他那僵硬的面庞上比以前多了几分威严 我军看上去雄兵百万七十恢复 压迫的嘉陵关五魂帝国的军队不敢再出击了 可是实际上呢 嘉陵关平显巨手 远比我们要轻松得多呀 我们要时刻防备着他们随时可能发动的突袭 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同时最为重要的是 正是因为我军庞大 对于补给的消耗那也是天文数字 我们是拖不起的 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准备 可这样拖下去 时间长了 后勤不及跟不上 我军必将不战而亏 武魂帝国看上去军队量比我们少得多 但凭借着嘉陵关天险 再加上他们的庞大魂师数量 我们想要破关很难哪 就算想要与对方对拼消耗 也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武魂帝国拥有魂师数万 而我们却只有几千 如果不出动魂师 那么在工程室 我们的士兵消耗会达到极其恐怖的程度 如果派出魂师了 我们又根本耗不起 因此我们的情况不容乐观 我和陛下葛龙元帅商量过了 都认为必须要尽快改变这样的局面 要么找出一个好的工程的办法 要么就是再吸引武魂帝国出关作战 而我们今日会议要商量的 就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两种可能 听了大师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嘉陵关就像是一个毫无缝隙的要塞 城市坚固无比 背后又有大量魂师军队 作为防御中流砥柱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天斗帝国用以克制 武魂帝国魂师军团的唐家军 就无法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有效地杀伤对手的魂师 他们明白的麻烦 武魂帝国自然也明白 现在这样平显巨手 目的就是要拖垮天头 戈隆元帅制定的计划 本来是与武魂帝国对号 凭借强大的国力来击溃对手 可当这几天尝试着用军队发动攻击之后 结果却与他们计划中的情况完全不同 由于嘉陵关内有大量武魂帝国魂师辅助防御 其中又是强者如林 天斗帝国大军在攻城时的损失数字 是相当惊人的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为重要的是 在几方大量损失的情况之下 给武魂帝国造成的损失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一来 武一就打破了戈隆元帅原本的计划 攻城弃邪在魂师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 与战士的损失差不多 戈隆元帅前两天曾经提出 要大师带领魂师军团辅助大军冲锋 却被大师给否决了 大师对雪崩大帝的解释很简单 如果天斗帝国拥有与武魂帝国同样数量的魂师 辅助攻城当然没问题 只是一个对号的结果而已 但是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实际的魂师比例 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荣国辅助魂师攻城 只要嘉林官所有众弩都面向天斗帝国魂师社 必定会令天斗帝国魂师军团损失惨重 一旦伤了元气 这场战争就更无法继续下去了 雪崩同意了大师的说法 关键是他也希望等待唐三身体恢复之后 听听唐三的建议 那天的第一战 唐三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给这位天斗帝国新帝带来巨大的惊喜 雪崩直到那时候才明白 为什么父亲对唐三如此看重 风气为蓝好王 除了唐门对天斗帝国巨大的作用之外 唐三本身的发展潜力也是最为重要的 不过就算雪爷大地附生 恐怕也想不到唐三的潜力居然这么快就能发挥出来 大师看向宁风志说 丁总主 您有什么意见吗 宁风志微微一笑说 小三身体恢复了 还是听听他的建议吧 英雄出少年 现在已经是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了 听到宁风志这句话 大师僵硬的面庞上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 对于他来说 唐三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比他现在坐在国师这个位置上还要荣耀得多 听到宁风志夸奖唐三 大师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 对于没有后代的他来说 唐三就是他的孩子 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微笑说 江三 那你就说说吧 有什么好的办法 唐三想了想说 目前来看 我有两个办法 哦 众人看着唐三的目光 都不禁惊讶起来 这几天他们一直在民思哭响 都没有什么好主意 唐三这才刚刚恢复 甚至没有时间询问 这几天战场上发生的情况 竟然直接告诉他们 有两个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老师 宁宗主 各位前辈 刚才老师说得很对 我们从正面发动战争 绝对是不治的 加连关一手难攻 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损失 如果强攻的话 可能令这座关口 变成绞肉筋一般的存在 那日一战 比比都受伤很重 据我估计 至少在半个月时间之内 他是不会再出现在战场之上了 但他一样可以下达命令 我想 不论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吸引对手 武魂帝国大军都不会再轻易出战 我的两个办法之中 第一个办法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们史莱克清怪 各位前辈也都很清楚 在我们清怪之中 我的二哥奥斯卡 原来在史莱克学院中 有香肠专卖的称号 而现在的他 已经是一位超过八十级的 食物系混斗罗 在他所制作出的 众多香肠武魂之中 第三魂技 并为极速飞行蘑菇场 以奥斯卡现在的势力 他所制造出的飞行蘑菇场 可以令任何人 拥有十分钟的飞行能力 飞行速度 至少于千年级别的 凤尾金冠蛇相等 那已经是相当恐怖的速度了 飞行蘑菇场制造出来之后 十天内服用有效 十天时间 我这位二哥 如果在大家辅助之下 至少能够制造出 两万根飞行蘑菇场 如果作用在我们唐家军的身上 每个人都配备两根 当大军从正面进攻之时 如果我唐家军突然升空 从空中打击 加铃关城头上的敌军混尸 必然会起到奇效的 而两根飞行蘑菇场 足以令每一名唐家军战士 完成飞入空中 射诸葛神弩三次 再重新回到 我军阵中的实现 听了唐三的话 众人的焦点 顿时落在奥斯卡的身上 同时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唐三的想法无疑是大胆而天马行空的 但仔细想想 从理论上来看 是很可能实现的 大师点了点头说 这个建议很好 如果操作得当的话 我们定能给五魂帝国浑尸一个惊喜啊 但是这个办法是有风险的 首先我们的中国神弩 射入城内就很难再收回了 三轮起射损失的就是48万根弩箭 超过我们全部弩箭的四分之一 其次我们唐家军升入空中之后 无疑就会成为对方的靶子 虽然诸葛神弩有效距离很远 但是只要实力超过60级的以上 擅长于远程攻击的混尸 还是很容易给他们带来杀伤的 再加上守城巨弩 唐家军的损失恐怕会很大 因此如果要使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军的地面进攻就一定要十分的迅猛 尽可能地牵制住对手 最好是向魂尸军团投入其中 发动全面攻击 只有这样 我们的攻击才能起到最大的效果 也尽可能减少损失 听了唐三的话 众人都不禁连连点头 从目前来看 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方法了 但是唐三很快又带给他们击仰 我的第二种方法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那就是以我一人之力 来尽可能破坏对手的防御 那日我与比比东一战的情况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凭借着海参三杂戟 加林关后世的城墙不算什么 只要给我充足的时间 我甚至可以将他们的城墙完全破坏 我的第二个办法就是 由在座的各位保护我 近距离地攻击加林关的城墙 我相信 我破坏的速度 一定会比他们的建设要快 这样做不但有可能吸引 对方魂师军团主动出击 同时也会为我们未来的总攻 捧路 说到这里 唐三停顿了一下 眼中光芒大方 当然 对我们目前来说 最好的做法就是 这两个办法 同时使用 对我们来说 比比东重伤 这本身就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气景 整个大帐内都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每个人都在深深地思考着 大脑飞速运转 计算着各种可能性 唐三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 他这两个想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早在来到加林关之前的路上 他就已经做出了充分的思考 指挥战斗他不行 但是凭借灵活的头脑 甚为控制洗浑室的他 却可以想出将浑室威力 发挥到最大的方法 足足过去半炷香的时间 大师猛地从自己座位上站了起来 吸引所有的目光 他看向唐三说 小三走 随我去见陛下 不用问 众人也看出 大师在仔细地计算之后 被唐三的建议彻底打动了 只有奥斯卡苦着脸 可怜兮兮地看着唐三 唐三失笑说 小奥 看来你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 荣荣 你和小奥一起吧 秘密制造 越快越好 两万根 一根也不能少 你们动作越快 我们就能越早地发动攻击 少了比比东的存在 我们才有最大的机会 七天之后 嘉陵关前 沉浸了冬日的战场 再次热闹起来 这一次天斗帝国百万大军 几乎全部调动起来 速度最快的清气兵 坚实的重气兵重步兵 还有大量的步兵 全部列阵 缓缓向前方推进 虽然军队数量众多 却是以军团为单位 整齐有序地缓缓压上 嘉陵关的城头 代替比比东站在主位上的 赫然正是胡列纳 胡列纳也算是被临危受命而来的 那日一战之后 比比东足足昏迷了七天时间 才清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 立刻传令 命令负责五魂帝国大军 所有补给的胡列纳 来接替自己的位置 全力防御 身为五魂帝国前身 五魂殿圣女的胡列纳 在五魂殿持属 所有魂师中是地位最高的 又是比比东的亲传弟子 功敌不足 守城却有余 此时胡列纳站在城头之上 带领着五名封号斗罗 脸色凝重地注视着 渐渐接近嘉陵关的百万雄狮 眉头皱紧 这可是百万大军呢 虽然战斗还没开始 但百万大军所产生的无形压力 已经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 比比东以及两位受了重伤的 封号斗罗都没在 毕竟没有多少人能拥有 唐三那样的恢复能力 他们受的伤又比唐三重得多 比比东的恢复能力虽然也是很强 可惜的是 这次他受创的是自己的灵魂 唐三那一击给了他极大 极其沉重的打击 而灵魂的受损 只能凭借时间来慢慢地恢复 唐三对于他恢复需要半个月 本身就已经是保守国际 实际上昏迷七天之后 清醒过来的比比东 下达一连串的命令之后 就又一次陷入昏迷之中 直到最近两天 他才有一定的好转 圣女不用担心 天斗帝国只不过是森林内人而已 如果他们胆敢真的攻击 我们就给他一个接见诗诗的教训 天使军团已经准备完毕 圣龙军团虽然损失很大 但剩余的也都是精锐 我们的魂师总数 还有超过一万四千人 是对方的两倍还多 说话的是 狐莲娜身边一位封号斗罗 听着她的话 狐莲娜缓缓地摇头 不 天斗帝国这一次 应该不只是恐吓 各位请看 先前你们所说的那支特殊军队排练位置 虽然靠后一些 但他们身上却有着十分充足的杀器 如果只是象征性的恐吓 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而且 在天斗帝国最前方的军队 都给我这种感觉 传我命令 全军准备 很有可能 天斗帝国是要趁老师 伤势卫父之前 发动总攻了 同时传我命令 斩断四座吊桥 防止天斗帝国派遣高手 强行降下吊桥 圣龙军团全部上城 天使军团在城内一起战备 准备战斗 是 与唐三一样 拥有杀身领域的狐莲娜 在这一刻全身杀气毕露 在众多将领和顶级魂师们面前 展现出了他强势的一面 斗罗大陆 第八百四十六章 在胡列纳的命令之下 驾铃关内的五魂帝国大军 飞快地行动起来 在这种时候 就算那些将领 与五魂殿魂师已经有些戒敌 但他们也明白 在这种时候 如果不同心协力的话 一旦被天斗帝国大军 攻破加灵关 后果难以想象 尤其是元属天斗帝国的 各个王国和公国 他们很清楚 自己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 他们加入五魂帝国 这种背叛行为 与天斗帝国已经视同水火 胡列纳首富城头 目光凝望对面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复杂的情绪从眼底意识而过 但是很快就变成坚定之策 他很清楚 这种时候 自己绝不能有丝毫的忧郁 天斗帝国大军 一直压上到距离嘉陵关 还有二十里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 这一次 阵性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兴起兵还在两侧 全部张弓搭剑 静静地等待着 而中央军位于最前方的 却变成以重装步兵为主的步兵军团 各种工程器械全部压上 重骑兵并不在最中央的位置 最中央的是普通步兵 重步兵在他们两侧 后面才是天斗帝国浑士军团 以及唐家军 重骑兵在整个天斗帝国大军序列中 位于最后方 凌冽地杀气直扑加灵关 以唐三为首的史莱克七怪 大师弗兰德 刘二龙 剑斗罗 古斗罗 七宝琉宗宗主 宁峰志 独斗罗 以及唐门利唐唐主泰坦 玉唐唐主牛高 全部站在所有大军的最前方 并位于几方浑士军团在一起 而浑士军团的位置 却是由天斗帝国皇帝雪崩 以及全军统帅哥隆元帅 统领着 唐三毫无疑问地 站在这些人最中央的位置 手中的海神三扎记 虽然还是有黑色 但他却已经成为唐三的标志 他的到来 无疑令天斗帝国大军的气势 急剧上升 每一名看到唐三的士兵 眼中都充满了狂热的光芒 似乎只要唐三存在 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失败 战阵排列完毕 在双方大军的注视下 唐三自己一个人 缓缓走出战阵 将手中的海神三扎记 缓缓地高举过头 一道湛蓝金光 骤然从他额头上电视而出 注入到海神之心上 顿时海神三扎记 每一道纹路 都像是活过来一般 金光流转 冲天而起 仿佛成为整座战场的中心一般 强烈的神圣气息 渲染着唐三的身体 已经完全变成金色 那强烈的能量波动 仿佛吸纳着 周围所有的一切似的 唐三高声呐喊 天斗必伤 令嘉陵官城头上 武魂帝国重将领 相顾失色的是 唐三的声音 竟然一直横跨二十里 传到嘉陵官的城头之上 同时也传遍天斗帝国 百万雄狮 呼隆隆的 百万雄狮 一起呐喊 天斗必胜 拦好王必胜 没喊出一个字 天斗帝国大军 就会前进一步 士兵们不断重复着 同样的呐喊 大军再次前行 似乎没喊出一个字 他们的气势 就会提升几分 那恐怖的声浪 形成了宛如 十字一般的 巨大压力 直谱嘉陵官 别说是嘉陵官的首军 哪怕是跟随在 胡列纳身边的 五位封号斗罗 此时已经是脸色大变了 那日一战 唐三给他们留下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比比东实力明明比他强 却还是在他手中 吃了大亏 海参三叉戟 一击破墙之位 更是给每一个 五魂帝国的人 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唐三突然动了 带着金光绽放的 海参三叉戟 如同一道金色流星般 朝嘉陵官方向 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先前跟在他身边的 一众天斗帝国强者 也都动了起来 紧随唐三之后 快速压上 只是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与 几方大军完全脱离 在至少是 浑斗罗级别的强者 全力冲刺之下 二十里的距离 转瞬即逝 眼看着他们 就已经距离 嘉陵官越来越近了 圣女 我们怎么办 看着那越来越近的 海参三杀戟 嘉陵官城头上 顿时产生出一片 恐慌的气氛 对于唐三 这些人已经有一种 先天的恐惧情绪 又看到那熟悉的身影 忽略娜轻咬舌尖 用痛感刺激自己 从那强烈的特殊情绪中 挣脱出来 冷冷看了一眼 身边这些 武魂帝国 中流砥柱的力量 眼前这种情况 无疑是应该由这些 封号斗罗 带领魂师军团中 最强大的一部分魂师 阻击前突的 唐三等人 可是 这些魂师的战役齐低 此时让他们出城迎战 无疑不是一个好主意 狐林娜毕竟还不是比比东 她没有比比东的实力 更没有比比东那种 强硬的手段和权威 这些封号斗罗 都是前武魂殿长老 并不是她能完全指挥洞的 因此 狐林娜只能退而求其次 沉声说道 静观其变 随时准备阻结 务必不能让他们登上城头 听了狐林娜这句话 城头的高等级魂师们 明显松了口气 狐林娜已经遥望 快接近护城河的唐三 心中安响 唐三呢 唐三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就在这么几个人前出 你有什么目的 她对唐三还是十分了解的 以唐三的智慧 显然不会无敌放尸 就这么十几个人孤军深入 必定有其重要的意义的 狐林娜看到了唐三 以唐三子鸡魔童的视觉能力 自然也看到了狐林娜 唐三当然不会有狐林娜 那么多心理活动 对于她来说 虽然欣赏狐林娜 但五魂帝国 就是她绝对的敌人 双方的仇恨 实在是太深太深 除了毁灭对方 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 在距离嘉陵关还有一里左右 已经进入对方守城巨弩 射征范围内的时候 唐三才突然停了下来 围绕在身体周围的金光 顿时变成更加强烈起来 与此同时 她自身的蓝阴黄五魂 也已经释放出来 由黑红两色组成的九个魂环 争气地排列在自己身上 也就在这时 从她背后 分别代表着力量增幅 隐洁增幅 魂力增幅 攻击增幅 以及属性增幅的五道强光 从宁荣荣手中的 九宝琉璃塔中电视而出 全部照在唐三的身上 左脚脚尖点地 一股强烈的气浪 从唐三左脚下爆发 以脚尖为中心 直径三十米范围内的大地 如同军裂一般 可见唐三这一脚直微 有多么的恐怖 整个人以那左脚为中心 瞬间旋转一周 握住海神三渣戟的右臂 完全伸展开来 将肌肉经脉拉伸到极限 整个人就像是一张张开如满月的大弓 金光暴闪 海神三渣戟已经如标枪一般 被投射了出去 当那金光渲染中的真正神器脱手而出的瞬间 城头上的狐狸那已经是脸色大变 星光一闪而没 轰然巨响之中 首先轰击在家灵关大门之上 上一次海神三渣戟 以黄金十三级第三十一去不复返 飞出的时候 因为先是命中比比东 所以轰到家灵关时 已经失去了准头 但这一次 唐三虽然没有用魂技一去不复返 但是他的肉体力量 再加上高达九十三级的恐怖魂力 以及海神三杀戟自身十万八千斤的重量 这一级的威力之强 已经超越了任何低于九十五级 魂斗罗的第九魂技直接攻击 尤其是在力量上 就算是比比东最强的魂技 也无法与其相比 红然巨响之中 家灵关的城门毕竟不是城墙 在那恐怖的爆炸中化为无数碎片 纷飞而出 四座城门中的一个已经完全破碎了 守护在城门之后 至少上百名士兵 被那城门的碎片炸得死无全尸 更加恐怖的还在后面 唐三的身体在空中一圈 双手之中带起一层强烈的光芒 那金钟透白的光韵之中 产生出一股奇大的吸力 红破城门的海神三叉戟并没有深入 而是硬生生地被牵引着飞了出来 画出一道弧形 被唐三就凭借手中如漩涡一般的能量 甩了起来 唐门却学控和亲龙大成之后 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全力使用 海神三叉戟甩入空中 伴随唐三自己的身体快速旋转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点 旋转一周之后 再次朝加灵关飞了过去 快 所有守城巨弩 传射 阻止他 城头上 胡列纳大喝出声 尽管加灵关城墙极尾的坚固 并没有因为一座城门被轰破而动摇 但胡列纳此时已经意识到 唐三要做什么 立即吩咐巨弩发射 同时看向身边的五位封号斗罗 各位长老 摔一百名魂圣以上帝国魂师出击 务必阻止他继续下去 五名封号斗罗面面相觑 但谁也没有轻动 再次看到海神三叉戟的威力 他们实在是不愿与唐三再次交手 你们 胡列纳怒目而视 虽然已经猜到这些长老并不会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 可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还是令他勃然大怒 刺屯斗罗 周眉手 圣女 我们还是以守城为主吧 我们有天使军团 圣龙军团在城内 就算唐三击破城门 我们也不怕他们冲入城内 反而会带给他们更大的损失 一根根带着尖叫的巨大弩箭 从城头飞出 全部朝唐三而来 呜呜的呼啸声射人心魄 可惜 他们却根本不足以阻挡唐三 各种颜色的光芒不断从唐三身边亮起 他的伙伴们已经用自己的各种魂迹掩护着他 在这些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们面前 守城巨弩根本就不算什么危险 没有一根弩箭能够接近唐三身体周围五十米范围之内的 全部被各种魂迹拦截下来 哄的一声 就在这时候 第二声巨响已经响了起来 又是一座城门被破了 唐三的动作根本就没有停顿 当第四声巨响传遍战场时 贾林关那四座巨大的城门就已经全部划为碎片了 当唐三完成连续四击将海山三杂计重新掌握在手中时 他也不禁略微有些喘息 但玄天宫强悍的恢复能力 也在喘息中快速恢复着他先前所消耗的魂力 贾林关的吊桥并不是在城门之前 而是在侧面 乌连纳先前的命令得到了执行 四座巨大的吊桥完全被破坏 在雪崩的首肯之下 歌隆元帅高举长剑下达冲锋的命令 中央军步兵根本没有去推动工程的器械 而是直接朝加林关的方向冲了过来 至少二十万大军投入到第一波的冲锋之中 冲在最前面的步兵 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块宽一米长一米五的木板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魂师军团 唐家军也随之而动 飞快地朝加林关接近着 看到吊桥被破坏 唐三嘴角处不禁浮现出一次冷笑 这种情况他们当然不会想不到 自然也有应对的方法 剑斗罗前辈 动手 沉心低喝了一声 骑杀剑脱手而出 上面第九颗光芯光芒大放 骑杀剑迎风怒场 瞬间化为巨剑横空而下 不是工程 而是斩向护城河 轰的一声 骑杀剑第一剑斩下 护城河就像被一剑切断了一半 恐怖的剑气 几乎将整个护城河截断瞬间 水流当然不会真的断去 却在护城河两端 各留下一道宽达十米的巨大沟壳 斜斜地连入护城河内 神仙的动作还没有结束 只见半空中剑影连闪 一共13剑均匀地战机在护城河上 留下了同样巨大的沟壳 每一道沟壳如同斜坡一般向下 延伸到水中 97级封号斗罗威势尽险 这恐怖的13剑阵盛 丝毫不比唐三先前的4级飞机场 城头上的五名武魂帝国封号斗罗 倒吸一口两气 他们是目前嘉陵官上 实力最接近剑斗罗实力的强者 自然也对剑斗罗这一剑的感受是最为深刻的 他们自问 谁也没有挡住剑斗罗这一剑的能力 也更加庆幸之前没有听从 胡烈纳的话出城战斗 斩出那13剑之后 七杀剑重新变为本来模样 落回剑斗罗的手中 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 手持七杀剑微微喘息着 也就在他收剑的同时 唐三第五次跑出了自己的海神三叉戟 只不过这一次 他的动作连本方众人都不禁有些痴情 三叉戟不是甩向对面城池的 而是甩入了空中 几刃向上 长柄向下 哭的一声 直接落入户城河内 唐三脸上带有几分绩效之色 右手食指中齿无名指 安在额头海神三叉戟烙印之上 成个人惊气神瞬间提升到顶点 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想到 今日之战居然会有如此顺利 没有想象中的阻拦 武魂帝国大军竟然指向之默默等待一半 居然没有派遣魂师出城迎战 右臂甩出 先前按在额头上的三指指向护城河的方向 一道极为凝炼的强悍金光瞬间爆发 直接射入护城河河水之中 射入的位置正是先前海神三叉戟入水之处 就在那金光入水的一瞬间 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影从唐三背后浮现而出 威严的气息 令不论是城头还是城外近距离的魂师 都被那威严气息所射 每个人心中都产生出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在他们眼中 尽管唐三还站在岸边 但此时的他竟然与护城河融为一体似的 不 准确地说应该是护城河与他融为了一体 原本因为剑斗罗那十三剑 剑起无数水花宛如沸腾一般的护城河 就在这一刹那极为通物地平静下来 如同镜子一般凝固 奇异的波纹悄然蔓延 那并不是水波 而是一层光波 金色的光波 而下一刻 古列纳从城头上望下去 骇然看到 嘉陵关前的护城河竟然完全变成了金色 唐三用只有伙伴们能够听到的声音 讥讽说道 虽然我还不是海山 但是想要凭借水来阻挡我去 那岂不是痴人说梦了 话音一落 右手向上一引 一道金光破水而出 现前没入护城河中的海参三扎记 散发着他神圣的金色光芒 竖起在半空之中 唐三额头上喷出的海参之光 突然出现了变化 由先前的直线化为环形波纹 悄然散步而出 海参三扎记即任之下的海参之心 绽放出令人无法逼视的强烈光彩 唐三右手前指直指嘉陵关的城头 半空中的海参三扎记也同样斜向嘉陵关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护城河中的金色的河水 竟然就在光纹的影响下瞬间沸腾 刹那间腾空而起 全部升入空中 当初在海参岛之时 海参七圣柱守护斗罗 曾经凭借圣柱之力控制海中海的海水 唐三此时所掌握的 可是真正的海参三叉记 他自身的实力又要超过那些守护斗罗 控制这么一条虽然宽阔 但实际面积并不算很大的护城河 对于他这个海参的候选者来说 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海参是掌控所有水质能量的神 护城河水也是水 与浩瀚的大海相比 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 当唐三看到五魂帝国 试图用护城河起到一定阻拦作用时 会面露讥讽的原因 在海参候选者面前 企图用水来阻挡 这不是可笑 护城河中的水全部升入半空之中 甚至连水下淤泥中的水分都被抽去了绝大部分 海参三叉记骤然前置 升入半空的护城河水顿时化为惊涛骇狼 直颇嘉林冠的城头 唐三所使用的 正是海参三叉记的控水能力 以及海参之心负担技能 汉海狂逃 一个群攻技能 虽然眼前的控制水流相当庞大 分散了这个技能的攻击力 但是毫无疑问 其所展现出的攻击力 依旧是相当可观的 整个护城河的水 几乎在一瞬间 全部灌入嘉林关内 虽然城头上 有着不少的高等级魂师 但这些人已经被唐三吓怕了 被那渲染成金色的河水 看上去又那么的恐怖 一时间 每个人都只顾防御自身 根本没有集中力量 整体去抵御河水冲击的念头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巨浪淘天 大量的普通士兵 被直接冲下嘉林关的城墙 卷入关内 要知道 嘉林关的城墙高度有近百米 从这样的高度跌下去 再加上水流的冲击 顿时令那些普通士兵损失惨处 加上唐三尽可能集中力量 控制水流 冲击城头那些威胁极大的守征巨弩 大浪过后 超过三分之一的巨弩损毁 乌林纳运用魂迹 抵挡住水浪冲击时 整个人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 他也是第一次面对 如此庞大的场面 第一次指挥一场 如此宏大的战争 面对唐三所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以及百万雄师的冲锋 那突然升入空中 化为攻击的护城河水 这一切的一切 已经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近乎崩溃了 蓝英皇右腿骨飞行技能迸发 唐三腾空飞起 握住空中的海参三叉戟 直指驾铃馆内 大喝了一声 啥 冲锋的天斗地活大军再次加速 从空中俯瞰 大军比先前护城河水更加凶勇之势 直扑加领馆 而加领馆上 此时甚至连操控守城俱弩的人都没有了 胡列纳嘶喊出声 赢敌 这是他此时唯一能够喊出的话语 和唐三那充满杀气的声音相比 他的声音显得是那样的软弱 《斗罗大陆》第848章 唐三没有金鱼冲上加领馆 那里毕竟还有大量武魂帝国强者 他只是在空中冷冷俯瞰着 加领馆内混乱的情况 内心之中不可遏制地灼热起来 复仇之战已经开始 武魂帝国终于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付出代价了 很快天斗帝国大军已经冲了上来 冲在最前面的步兵们背后背的木板 此时就显现出他们的作用了 一块接着一块扔到没有了河水的护城河内 他们就顺着那十三道被剑斗罗展开的缺口 冲入护城河之中 再从另一边的缺口斜坡爬到对面 向加领馆发起了疯狂的冲击 有半空中那宛如神奇一般存在的蓝豪王在 每一名士兵眼中都充满了狂热的情绪 黑衣外两色的沙身领域从天而降 覆盖着巨大的范围 对于魂师甚至无法产生什么影响 但对于普通士兵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原本已经恐慌的武魂帝国士兵 在沙身领域中变得更加恐慌 原本就是士气高昂的天斗地火大军士气变得更加强盛 在沙身领域之中 他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生死和痛苦 只有无尽的杀戮 古列纳背后的五位封号斗罗已经释放出自己的武魂 可他们却眼看着悬浮在半空的唐三 一个又出手意思的人都没有 只是那么静默地看着 一个个眼中神色惊疑不定 你们再不动手 将灵官就完了 就算是死也要将唐三打回去 有他在这里 我们的防御就将崩溃 古列纳此时已经有些邪寸敌礼了 几乎疯狂地向五位封号斗罗嘶喊着 这五名封号斗罗面面相觑 一时间也有些无所适从 那一天他们人数更多的时候 姑且无法战胜 当时还有比比东的带领 此时只有五个人真的去拼命了 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何等的困难 谁又愿意拼命呢 他说的对 这是命令 你们给我冲上去 有些嘶哑的声音响起 五位封号斗罗脸色大变地回头看去时 正好看到脸色苍白的比比东来到城头之上 但是还没等这些封号斗罗去完整比比东的命令 他们的对手已经落向城头 伴随唐三一起来到阵前的一种强者 全部朝嘉林关城头扑了过来 此时拥有飞行能力的世界飞气 此时没有飞行能力的凭借奥斯卡的飞行蘑菇长来到城头 十余名强者同时冲上 到了这个时候那几位封号斗罗也明白 再不动手恐怕结局会更惨 五人同时大喝一声 各自魂迹迸发地出了上来 正所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一方的顶级强者只有五个 却拥有大量的七八十级的魂师辅助 另一边的十余人几乎是顶级强者 还有一个能勉强抗衡巅峰斗罗的唐三存在 双方刚刚碰撞在一起 就迸发出了剧烈的火花 独斗罗再次找上老对手 那克制他的刺臀斗罗 他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战胜这个家伙 剑斗罗七杀剑一拳 直接拳住对手的两名封号斗罗 古斗罗哈哈一笑也找上两个 在宁峰制全力增幅之下 他们虽然都是一对二 但却丝毫不落下风 对手的五名封号斗罗被直接挡住了 宁荣荣增幅能力全开 戴木牌 奥斯卡 马红俊 朱竹青 小武 弗兰德 刘二龙等人 在他的增幅之下挡住那些七八十级的魂师 绚丽的魂迹令嘉林官城头上 却染一层绚丽的光彩 唐三宇大师面对比比东 与挡在比比东身前的胡莲娜 同样是一对师徒 唐三手持海参三杂技 冷冷地站在大师斜前方 怒视比比东 看到比比东 他脑海中不可遏制地 想起自己的父母 想起了死去的大明和二明 胡莲娜没有丝毫退缩地 挡在脸色苍白的比比东的身前 他的目光却注视着唐三 在复杂的情绪之中 更多的却是坚定 比比东脸色苍白 原本微棱四射的眼眸 看着大师却有些失神 灵魂的薰弱 令他整个人看上去 都显得有些脆弱 为什么 大师的双眼蒙上一层红色 双拳紧握 他的眼神 甚至比看着唐三的胡莲娜 还要复杂许多 注视着比比东问道 这三个字 他已经想问比比东 很久很久 但却直到现在 才真正地面对面地 问出来 比比东笑了 笑得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是为了你 你忘了你家族的那些人 是怎么欺负你的了吗 他们看不起你 甚至把你排挤出宗门 你应该感谢我 是我帮你将那些 欺负你的人全部杀掉的 柳二龙也应该感谢我 没有了家族的阻碍 你们不是没有任何阻力地 在一起了吗 你放屁 无论家族对我如何 是家族给予了我生命 我永远都是蓝殿 霸王龙家族的一分子 大师双目喷火 愤怒地说着 比比东还在笑 笑得乐器里 还带有几分怪异的欺负 那又如何 反正现在蓝殿霸王龙家族 已经燕消云散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真可笑 真是可笑啊 大师怒吼着 你是个疯子 比比东脸色一冷 看着大师 他的双眼突然变得有些怪异 甚至有些疯狂 是 我是疯子 我就是疯了 怎么样 我要报复 报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 我要做斗罗大陆上 最邪恶的人 这个世界每一个生命 都是邪恶的 每一个都是 随便你怎么看我 我做都已经做了 所有的坏事 都是我做的 那又怎么样 听说你现在是 天斗帝国的国师了 小刚 你别着急 等我击败了天斗帝国 我让你做国王又如何 来呀 你不是很想杀我吗 那你就来杀我呀 狐烈娜猛地拦在 比比东的身前 用身体挡住 比比东 老师 不要 我一定会保护您的 唐三 你们要杀我老师 就先踏过我的尸体 比比东呆了一下 少丫头 你真傻 难道你以为我看不出 你喜欢上这个小子了吗 听了比比东这句话 唐三和狐烈娜的身体同时一阵 对视中唐三皱进了眉头 狐烈娜却有些诧异和黄疾 大师则有些愣住了 狐烈娜黄疾地辩解着 老师 我 我没有 比比比东笑了 这一次他笑得很温柔 情绪上的变化之大 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傻丫头 老师是过来人 从你看他的眼神 我就能看出许多东西了 当初我也同样用这样的眼神 看过一个男人 唯一的一个男人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是的 唐三这个小子确实很出色 我已经自诩天才了 和他却比我还要有天分 你的眼光不错 可惜 你是我的弟子 你和他之间 与我和小刚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就算你看 人家会要你吗 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女人 老师 两行轻泪 顺着胡莲娜美眸中流淌而出 内心强行压制的情绪 再也无法克制 但他却依旧坚定不移地 当在比比东身前 唐三深吸口气 缓缓抬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 面对胡莲娜说 你让开 我不想对你动手 你应该知道 比比东做了多少年 他必须要死 他死了 这个世界将平静许多 不 无论怎样 他都是我的老师 胡莲娜欺然地看着唐三 从唐三的眼神中 他也能看得出 这个男人对自己最多的 只有怜悯 却并没有半分的爱意 先前他听了老师的话 甚至回头看了一眼小武 那一瞬间的眼神 是自己一直渴望的 却无法得到的 他明白 但在唐三心中 就只有小武一个人而已 美眸充斥着 欺然之色 他说 你要杀就杀了我吧 我求你 放过我老师 算我求你好不好 唐三猛然闭上双眼 再迅速睁开 胡莲娜那欺然的眼神 竟然有些 让他心生摇曳 要知道 胡莲娜的武魂 本就拥有强大的天然魅力 此时真情流露之下 更是惑人心魄 冷横了一声 唐三强行令自己的心硬起来 右手瞬间踏前一步 左手轻飘飘地 向胡莲娜排去 手掌瞬间变成玉色 面对唐三的攻击 胡莲娜竟然不闪不闭 美眸中带着那份 凄美的悲伤 甚至还有几分解脱的释放 挺起高颂的胸脯 直接赢了上去 斗罗大陆第八百四十九章 唐三的动作很快 在出手的一瞬间 整个人就像贴在地面 潜移一般 再加上 胡莲娜本身就是向前迎上 这突如起来的变化 被胡莲娜身体挡住的 比比东 甚至都没看清楚 她的精神力创伤严重 还原味回复 并不能像阴网那样 用精神力探测 掌控全局 直到唐三亲近 胡莲娜的身前 比比东才发现她的攻击 小救援也已经来不及了 以胡莲娜的势力 虽然在年轻一代混事中 依旧是佼佼着 但她还是远远不能 和唐三相比 更何况 在这种根本就不抵抗的 情况之下了 眼看她就要香消欲允 在唐三手中之势 突然 唐三看上去 快接无比的左手 猛地往上一抬 该拍为抓 胡莲娜只感觉 自己肩膀上一麻 整个右肩 已经被唐三那 灼热的大手所掌握了 酸麻感瞬间传遍全身 她只感觉 自己身体一阵麻痹 整个人如同 腾云驾雾一般 飞了起来 落向一旁 在唐三控和亲龙禁的 控制之下 足足甩出数十米远 唐三的动作 是完全连贯的 左手甩出胡莲娜的同时 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 已经抡起 带起一道扇心惊光 直问比比东站去 均匀大的三叉戟刃 在这一刹 就像是水晶雕琢的 一般精盈 其乎只是光芒一闪 就到了比比东的头顶 比比东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不论怎么说 他也是巅峰级别的 封号斗罗 额头上 那个猪网符号 助燃一亮 身体暴退的同时 他的死亡领域 已经开启 不只是笼罩向唐三 也笼罩向 嘉陵关城头上 所有的天斗帝国强者 唐三自然不会 让他轻易得逞 如果是正常情况之下 他应对比比东 应当是十分困难 但此时的比比东 精神未复 各方面能力全面下降 他自然不需要 任何的担心 蓝阴领域 第一时间开启 就那么凭借 领域的力量 与比比东的领域 对撞了过去 领域层面的碰撞 只有碰撞的双方 才能真正感受到 虽然这并不是 精神层面的能量碰撞 但却是五魂彼此的碰撞 也同样会牵涉到 部分的精神力 唐三手中海神三叉器 前探 追向比比东身体的同时 领域的碰撞 已经完成 唐三的身体 略微停滞了一下 比比东 却是闷哼了一声 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整个人 上身略微厚痒 摇身一晃 已经释放出 死亡珠黄状态下的 第八魂器 五魂焚身 本体与分身 同时向两侧一闪 正好躲开 唐三的海神三叉器 同时不退反进 伴随第八魂器 同时释放五魂真身 令他尖锐的猪毛 直奔唐三身上扎来 唐三知道 比比东之所以 不惜耗费魂力和精神力 要在战斗刚一开始 就释放出五魂真身 为了就是不给自己 向他发动精神力攻击的机会 他的分身与本体一模一样 哪怕是自己 这个层色的精神力 都是很难探查到 如果贸然发动 自己魔童攻击 命中的是分身 对于比比东 这个级别的强者来说 立刻就会抓住机会 唐三从来不会 笑看任何人 哪怕是救伤未遇的敌人 也是一样的 在敌人没有真正倒下之前 战斗就没有结束 无数蓝银黄 如同盛开的鲜花一般 从唐三脚下爆发开来 瞬间就蔓延到 比比东的身前 上百根蓝银黄 如同大王一般向他召去 正是唐三重新获得 魂环之后的 蓝银黄第一魂纪 缠绕 虽然同样是第一魂纪 但是更换五万年以上的 魂环之后 这个魂纪的强度 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 普通魂师的第八魂纪 那庞大的蓝银黄 不但笼罩范围大 而且坚韧程度之强 就算是剑斗罗 那七杀剑也不能轻易摧毁 尤其是在眼前这种 与领域融合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唐三的蓝银领域 与比比东的死亡领域 相互碰撞抵消 谁也无法用自己的领域 来抵挡对手 只是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比比东此时的虚弱 否则的话 在领域碰撞上 唐三绝不是他的对手 光影一闪 比比东身上的紫色 瞬间切换成绿色 正是唐那一手在五魂真身状态下 切换第二五魂真身的绝技 全身不但形态发生转变 颜色由紫黑色变成惨绿色 两只最上方的猪毛 顿时变成利刃镰刀一般 本体与分身瞬间贴近在一起 璀璨般的光运蔓延全身 一层绿色的光幕 顿时出现在两个比比东的面前 那可不是什么盾牌式的防御魂机 而是比比东第二五魂 试魂珠黄翡翠镰刀斩出时 速度太快看上去的虚影 试魂珠黄不会是比比东的第二五魂 那翡翠镰刀更是曾经险些要了唐三的命 翡翠色光芒所过之处 蓝鹰黄虽然不能一击而断 但也全部被荡开 同时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只需要两柄翡翠巨帘交错一下 立刻就会有蓝鹰黄彻底断裂 在这个时候 比比东也是强大精神 眼看嘉陵官如此不妙的行事 再看到大师的刺激 将他自身的战役完全激发出来 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精神状态 将战斗实力完完全全地发挥了出来 唐三的速度不可为不快 但就是他发出一个缠绕技能的同时 比比东不但用翡翠镰刀挡住了他的攻击 同时还发出了反击 一共八道碧绿色的月牙型光刃 从翡翠光幕中飞了出来 目标直指唐三 而且攻击的位置更是刁钻 除了正面三道月牙光刃之外 另外五道光刃全部切向空处 却封死了唐三所有可以闪避的路线 在精神层面上的碰触 他已经不是唐三的对手 但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之下 精神力自保还是可以的 毕竟九十九级的风号堕落地运 是极其的深厚 只要不给唐三发动子击魔童的机会 其他精神类攻击 还不足以对比比东造成真正的伤害 而在魂力上 比比东早就已经恢复了 他就是要在自己短时间内 透支精神力的情况之下 令唐三和他应贫魂力 以己之长功敌之短 甚至在八道月刃即将到达唐三身前时 就突然停顿了一下 瞬间改变方向 八道月刃竟从不同的方向 狭击向唐三 这方向的改变 无疑令唐三抵挡起来 要困难得多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阅人 这都是比比东试魂珠黄的第一魂祭半月 本身就相当于五万年级别的魂祭 一下发出八道 可见比比东自身的魂力 又多么的浑厚了 面对比比东的攻击 唐三不慌不忙 手中海参三扎戟 在地面上一点 整个人腾身而起 左腿如同旋风般提出 刹那之间 一团浓郁的红光 从唐三左腿处爆发开来 你不是要拼魂力吗 好 我就跟你拼 你用黑色魂魂 我就用红色魂魂来对付你 在左腿踢出前的一瞬间 唐三的双眼突然就亮了一下 海参三扎戟上的海参之心 也随之闪亮 一层淡金色的光云 几乎在一瞬间 蔓延开上千米的范围 嘉陵关上的战场 除了唐三之外 不论是天斗帝国 还是武魂帝国的人 动作都停顿了一下 精神出现了瞬间恍惚 这就是唐三借助海参三叉戟 发出的破魂效果 瞬间产生精神层面的震慑 只要是精神力不如他的人 都会受到影响 影响的效果时间不长 因此这个技能又叫做震慑 比比东发出的那八到半月技能 都是由他自己控制的 在那金光震慑之中 八到半月顿时在一瞬间 与他的联系有所松懈 上面闪耀的闭光 也随之暗淡了一下 而就是那暗淡的一瞬间 唐三的左脚已经提出了 无数宽度只有一尺的暗红色光刃 从他左脚上瞬间爆发 带着刺耳的呜呜声 扩散开来 这些红色光刃 任何一个体积都是不大的 单独与半月相比 哪怕是现在暗淡的半月 也相去甚远 但是 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每一道红色光刃上 还都充满了灵力的杀气 爆发之初 就完全吞没了那八到月刃 发出了一连串的剧烈碰撞声 比比东的操控固然精妙 几乎控制到了每一道约人 但唐三的反击却是更加灵力 先通过海参三杀戟 进行大范围精神震慑 然后再发动范围性的攻击 邪魔虎精左腿骨群攻技能 虎精碎牙斩 任你如何控制 我全面反击 你的控制又能如何呢 身为控制系魂师的唐三 太清楚应该如何对付 对手的控制技能的情况了 当然 这也是唐三利用目前比比东 状态不佳 才会如此选择 否则的话 如果比比东灵魂未曾受创 这种大范围精神震慑 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他 宛如滚雷一般的声响 骤然从城头乍响 唐三和比比东 几乎同时闷哼了一声 向后跌退 比比东的魂力确实 比唐三强生太多 尽管在技能和精神压制上 唐三已经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这样的碰撞 他依旧是无法占据上方 当然 这也同样是在唐三计算之内的 他要的也正是这种效果 任何技能使用都需要通过精神控制 比比东固然在尽可能避免释放自己破损的精神力 但在双方技能碰撞的情况之下 他的精神力依旧必须要随之输出 否则的话 魂技控制不住 很可能就要反噬了 唐三这样选择硬碰 为的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令比比东的精神力彻底出现崩溃 只要他那分身无法继续维持 那么唐三立刻就会通过纯粹的精神力攻击 给予他重创 大师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 他的双眼依旧是一片血红 但是他终究是没有冲上来动手 固然是因为他个体实力差距太大 更重要的是 却是他那一刻正在滴血的心 他这一生中只爱过两个女人 而第一个就是比比东 只有他和刘二龙才知道 在他内心深处 曾经最爱的还是眼前这个 现在独如蛇蝎一般的女人 当初的他们 都是那么的年轻 大师甚至现在还记得 曾经的比比东是多么的单纯可爱 就像一滴至纯至敬的甘泉 进入了他的心 在所有人都因为他的武魂变异 导致无法修炼而看不起他的时候 使他用自己的心温暖了他 大师后来走的纯研究路线 也正是当初的他提出来的 令大师重新有了振作的动力 可也就是他 在两人请到农师时候 选择无情地离去 返回了武魂殿 切断了与大师所有的关系 并且冰冷地告诉他 他是武魂殿的圣女 不可能与他在一起 那时候 大师曾经表示 要加入到武魂殿 与他在一起 可他却对他鄙夷地说 武魂殿不需要一个废物 大师的心受创而去 直到又遇到柳二龙和弗兰德 大师的一生 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 先天武魂恶性变异 感情上又受到巨大的挫折 好不容易找到柳二龙这份真爱 却发现他是自己的妹妹 直到有了唐三这个弟子 他的悲剧才算是画上句号 这也是为什么 大师将自己全部心里 都清楚于唐三身上的重要原因 在唐三身上 给予了他太多太多的厚望 此时眼看着 壮若疯狂的比比东 在他内心中 那纯青的身影又再次浮现了 但他却怎么也无法将当初的他 与现在的他画上等号 几十年过去了 他从未想通 为什么当初的他会那么绝绝 蓝点八王龙家族在他手中覆灭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大师心中痛不欲生的感觉 几乎摧毁了他心中的一切 直到刚才 他向比比东问出为什么的时候 比比东给出了答案 再次令他体会到那种感觉 就在这时 如同乌云一般的黑压压的身影 从嘉陵关外悄然升空 几乎是一瞬间就越过城头 伴随狂风骤雨般的坑将暴明之声 刺耳的破空声宛如飓风一般卷入城内 唐家军终于发动了 城下的战斗早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唐三破开四座大门 再加上护城河的失手 令整个战场已经变成了一面倒的状况 城头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远程火力来防御 战斗直接进入白刃战 城门处的绞杀不断收割着一条条生命 武魂帝国虽然人心不齐 但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 如果让天斗帝国大军攻入嘉陵关中 他们这些人就将彻底的覆灭 那些亡国公国的将领更明白 天斗帝国绝不会原谅一个背叛自己国家 他们能做的就是拼色抵抗 拒敌于嘉陵关外 四座城门的开口虽然不小 但军队的数量也毕竟太多了 尤其是重装军团的挤入 更是令入口处变得狭窄异常 城墙毕竟起到阻挡作用 武魂帝国天使军团圣龙军团 已经直接加入到战斗之中 一万多名魂师在武魂帝国军队的掩护之下 不断将各种魂迹倾泻到城门之处 有的时候甚至不分敌我 尽管天斗帝国一方的魂师 也在嘉陵关城门的地方 陷入僵制状态 唐家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第一轮弩箭直接射向嘉陵关城门内侧 不只是针对武魂帝国魂师 同时也针对那些死守城门的武魂帝国的士兵 16万只弩箭同时爆发出的攻击力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 当那诸葛神弩喷出死亡的弩箭之后 整个嘉陵关内顿时腾起一团 由血雾凝聚成的云堵 城门内守卫嘉陵关的武魂帝国士兵 以及距离关前较近的一匹魂师 顿时如同割麦子一般倒了下去 顿时空处已大片空地 天斗帝国大军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立刻从四座城门处宛如潮水一般奔涌而入 飞行魂神给我上 灭了空中那些混蛋 一个藏进有力的声音骤然响起 大约七八十道声音 瞬间从天使军团阵容中升空而起 你要知道 此时在城头上与唐三众人缠战的魂圣魂斗罗 就近百之数 此时又升起七八十名飞行系的魂圣 足以看出武魂殿的底蕴又多么的深厚了 与此同时 大量强横的魂迹骤然从天使军团的魂师手中爆发出来 刚刚冲入城内的天斗帝国士兵 顿时受到强悍的阻击 天使军团与圣龙军团终于踏上第一战场 强攻系 敏攻系在前 防御系在侧 辅助系在后 以迅猛之势瞬间堵住四个缺口 而天斗帝国这一轮冲锋也是死伤惨重 天使军团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强横得多 幸亏天斗帝国一方的魂师也加入到战斗之中 在七宝六立宗唐门弟子的带领之下 一众魂师稳定住了局面 只是他们的数量 毕竟要比对方少得多 个体实力也要逊色 眼前的状况只能保证不被天使圣龙两大军团杀出城来 但想攻入城内也是极难的 现在的他们必须要依靠唐家军空中的支援 或者是城头上的战斗中的唐三等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否则这嘉陵关依旧难入 唐家军第二轮弩箭正在装填过程之中 但天使军团七八十名飞行系魂胜 也已经各自施展出自己的五魂真身腾空而起 要是真让他们杀入唐家军的阵中 虽然他们的数量还不到唐家军百分之一 但是也绝对是糊入羊群了 唐家军毕竟不是由魂师组成的 诸葛神奴也不可能抵挡住魂圣级别的魂师 唐家军一旦被迫 战场上的局面很可能就会瞬间被扭转 毕竟虽然比比东被唐三全面压制 但他想杀死比比东 也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做到的 小我 唐三手中海神三杀戟一横 挡住比比东一击猪刃连斩 被轰击的后退 但他也用一击虎金邪魔斧 给比比东的身上留下一道伤痕 同时大喝出声 他虽然在和比比东战斗 但同样也关注着全场的局面 而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早有准备 这次总攻天斗帝国可谓是计划周全 为了趁比比东重伤一举拿下 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小五和唐三心意相通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他本来就没什么强力的对手 只是在敌人中游动 此刻立刻一个瞬间转移脱离战场 整个人从城头上跃起 郊区在空中旋转 一点红光从他右手处瞬间甩出 宛如流星一般 朝空中那七八十名武魂殿飞行系 魂胜中心位置飞去 当那红光从小五手中飞出的同时 唐三的心跳几乎是骤然加速 比比东第一次从唐三眼中 看到了狂热的光彩 一向冷静的他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那趟红光究竟是什么 比比东的心 几乎在一瞬间究竟 急促地喝到 挡住那红色的东西 快 唐三也意识到 自己神态上露出的破绽 可就算他这么沉稳的心性 此时此刻 却根本无法抑制内心的激荡 这一刻 他等待的已经太久太久了 不只是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活了二十多年 更是要加上前一个世界 二十多年了 是的 从小五手中飞出的那一点洪荒 正是几乎耗费唐三前一世 全部心里才研究成功的 佛怒唐莲